内主挑战赛规则 看一下今天双方辩论的主题是什么 人在职场 业务能力重要 还是人际关系重要 好 两位准备好了吗 辩论开始 好 大家好 那今天来跟大家聊一聊职业的话题 首先我看到我的遍题叫做业务能力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好不好 今天你们去工作是为了什么呀 为赚钱吗 业务能力和人际关系 你们拿什么来赚钱 这问题超直白 好吧 也不用想什么多的 你就直接回答我就好了 80%的人会告诉我业务能力 人际关系要到能赚钱那个时候 你估计也不会坐在这儿了 你可能会坐在导师那个位置上 所以80%的人是靠业务能力去赚钱的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 我和大家一样 我们都是普通人 今天我们就讨论普通大众的问题 因为你们是最多数的人 普通大众就是靠业务能力赚钱的 我进职场是为了养家糊口 钱很重要 这是我今天第一个点 很直白 我需要 所以业务能力 就是比人际关系重要 第二个点 我是一个国外的学生 我在商学院的时候认识了 非常多家境 非常非常优渥的同学 他们的人脉往发展能力 我用一个词来形容 叫做我望尘莫及 这个望尘莫及 不是我的能力导致 是我先天不足带来的 因为我是个普通人 所以今天站在这儿 我要为人在职场 业务能力更重要发声 因此纵然我知道 人际关系重不重要 也重要 但我还是要说业务能力更重要 是因为业务能力 代表着我的才华 我拿到大学的入场券的时候 我是希望靠自己的才华 打下一片天 也只有这样 这个社会的流动性 才能更强 这个社会才能对 越来越多的弱势群体 开放上升的渠道 最后我再讲最后一个点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人在职场 你工作 你赚钱 最重要的就是幸福感 什么决定了你的幸福感 是你对自己的认可 而你对自己的认可 来源于人格完全的尊重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反方权手 开始 好的 其实刚才我们今天这一集 一直在花时间讨论大学 到底以什么为重要 但是现在我毕业了 我走入了职场 那到底在职场当中 什么对我来说更重要呢 刚才若铭说了两点 第一点说又能力更重要 因为这个是对工作有加分的 可是谁也没有否认说 在职场当中 人际关系也不需要的 我们既要有业务能力 也需要人际关系 那到底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哪一个更重要 第二点若铭说的是人脉 人脉就是若铭说了 你在国外留学的时候 接触到了一些 可能比自己阶层高一点的人脉 比较广的 可是我想问大家说的是 难道我们普通人 没有我们自己的人脉吗 我们自己难道没有 我们工作当中接触的朋友 然后能够成为 我们的人脉关系吗 所以这是刚才你说的这两点 不是特别能够证明 业务能力更重要的地方 那我认为 为什么人际关系是更重要呢 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点 我来讲一讲 我们首先要去找到 这一份工作 对吧 那找工作的时候 人脉关系到底 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 就是其实我是一名 留学规划 平时也是一个 培训的一个老师 我在给我的学生 即将要去面试的学生 我给他做培训的时候 我跟他说的 就主要的就是一点 我说其实不管你的 这个PPT做得多好 你英语有多好 你在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都不是最看重的 他最看重的是 你这个人怎么样能够处理 你在工作当中生活关系 这才是职场当中他最看重的 因为他不会找一个人 每天只知道 在办公室里做PPT 加班加点的做 而不可能跟同事 去有一个团队惊人的协作 对上司也不去 去尊重上司的意见 这样的一个人 如果在座各位是求职官的话 相信这样的人 你们也不会要的 所以这是第一点 人际关系有利于你的求职就业 那么第二点 就是刚才我所说的 如果我的学生 能够通过了面试的话 那么人际关系 他能处理得好 在工作生活当中 我相信他也会成为 像同事 比较能够接纳的一个同伴 就像刚才若铭所说的 他见到我 我给他了一些微笑 给他去 主动地去给他一些善意 所以我觉得说 这个也是我 为什么非常注重 我自己 就是在职场当中 人际关系 我觉得说人际关系 更多的是职场当中 给对方一个尊重 我也会就叫 我的学生这样讲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为什么人脉关系重要 是因为我们 不一定一辈子 待在一个工作环境当中 我们是不是会遇到 我们要跳槽 那跳槽有时候 从何而来呢 其实有很多 在社会上的工作关系 当你跳槽的时候 往往都是你朋友 介绍给你的 对吗 那你在工作当中 累积了人脉关系 朋友说我们公司缺人啊 今天 那要不来我们的公司 所以以上三点 是我认为人际关系 对工作当中更重要 谢谢大家 一位导师 请为自己的选手拉拉票 我很依我这两位队员骄傲 因为这个题目 一出来的时候 我第一个 就有一个不祥的预感 他们可以玩弄一个技巧 就是包变体 什么叫包变体 主张业务能力的人 他很可能讲话说 我们的业务能力 天然包括人际关系在内 然后把对方吃掉 这一方也可以吃这一方 我们的人际关系 就是将来赚钱的基础 如此包来包去 辩论将完全失去意义 可是我觉得很欣慰的是 你们有记住 我不断地跟你们所说的话 我希望辩论是一个 语言的交锋 跟思想的碰撞 绝对不是霍悉尼 我非常以你们为荣 谢谢你们 我完全同意 郑江导师的观点 好 谢谢二位 来 请观众最后进行投票 投票通道关闭 投票通道关闭 好 来 您二位还有一人十票的机会 但是其实意义已经不重要了 因为他一百三十六票 但是还请二位进行点评 对 我们要行使一下我们的权利 以证明这是我们的业务能力 不光是人际关系 因为我们的这个角色 天才具有这个业务 所以我要说一下 其实若铭 其实你们辩论水平没有问题 但你确实没有在职场经历 跟你谈得比较空 对吧 那么毫无疑问 俊飞他有很充实的 这个很丰富的职场经验 他其实分了三个阶段 求职阶段 在职阶段 还有发展阶段 因为他没有在职场 打拼的经验 所以我觉得他 尤其从上面 高出不胜海 做的时间太久了 下来接接地气吧 也很 下来也挺好的 对 我的一票 是要投给军飞 好 谢谢 再为军飞加上十分 文强老师 职场是一个 达尔文主义的 你死我活的产客 所以在很低层级的 某些工作 你可能人际关系 是很重要的 到越高的位置上头 就变成 我不把它变成 叫专业能力 更重要 那当然若铭 他说了一段话 这段话呢 在林霍老师谈起来 他觉得是一个 比较极端的例子 但是他说的是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我要讲就是说 在美国那个社会里头 他是有一个金字塔的 他站出来就是不一样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要投给若铭 谢谢 好 谢谢 来 给若铭加十分 所以最后的成绩 是俊飞146分 若铭52分 若铭 你终于可以回到 自己原来的位置了 好 来这里 请新类主发表感言 如果是我对这个辩论 之前辩论的大门 对我是关着的话 我觉得林老师 像是交给了我一把钥匙 然后他让我自己 去打开门 去推开门 我看到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所以我真的特别特别感谢 林正江老师 谢谢 好